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Philip 今次又來到《氣轉呈現》的不是第幾集 今次是一個特別編來的 為何說是特別編呢 是因為近期他在IG上看到很多人的打卡照 很想去看一看 今次去哪裏呢 泰國寺 去泰國寺 泰國寺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樹屋 如何去泰國寺 其實很簡單 泰國寺鎮 A出口出來 沿著左邊 走到嘟嘟 看到那間什麼中學 神社會 康律中學 那邊再過一條洪橋 經過那個什麼村 現在玩的感石圈 現在玩的感石圈 走前一點會見到公廁 我們經過的公廁 有個路牌 小時候泰國寺 沿著那邊上去就行了 沿著旁邊的村屋 沿著這邊 直上就行了 我自己住了大埔這麼多年 我也不知道有這個地方 我們只是上去 為什麼這個地方這麼近 我們又不知道有沒有去過 我們先上去 然後沿著這邊上 上泰國寺應該走這邊上 因為我看到前面有個路牌 嘩 我以為你這麼醒目 就前面這個泰國寺 真的要上去不難 我發覺現在 我會知道我本身不難 因為在打卡上 人們是穿著沙裙 沙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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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蟹 既然可以穿著裙去的地方 拍照 本身應該是不難的 我想 其實你試看後面這個位 這個位如果拍照 打卡又是挺漂亮的 這個位置 所以說其實這裡除了 樹屋之外 或是泰國寺之外 這個位置都可以 沿著這裡上去 就已經是泰國寺那邊 大約走了十分鐘之後 你會見到這裡有個分岔路 永遠不去這邊 有分岔路的 打卡樹屋位 就走左手邊這條路上 他說全程應該是二十分鐘左右 二十分鐘左右 經過那個 紙之後 走前一點 下樓梯 這個位置 見到一條橋 那個位置 就是 樹屋的位置 今天水油急了很多 真的不適而走出 太出石頭拍照 因為會比較危險 好 我們現在就開始 我們打卡的時候 是不是 是呀 樹屋這裡除了 上面可以打卡拍照之外 然後呢 還有就是 下樓梯 就是前面那個位置 就是這裡 這裡有條繩 躺在這裡 你可以拔出去 要我走出去嗎 好吧 就是讓你這樣 拍照 還要走出去 我跌了 就是讓你這樣 拍照 喂 攝影師我真的不行 我的腳滑了 我要上回來 我不出來了 我的腳滑了 那些石頭滑了 還要走出去 這個攝影師無量 不管了 上回來 對啊 大家剛才看到 如果真的要出去拍照 大家要小心一點 因為外面的石頭不太穩 而且 真的滑 好吧 我們去另一邊拍好嗎 好吧 我們走吧 唉 真的有時候 為求要拍照 辛苦一點也要了 先拍一張 我們 走出一點點 我這次要 這個位置差不多了 搞定 這次真是 攀山攝水 你拍這些照 我都帶著 我現在背後 都濕了 外傳也是這樣 對 外傳也是這樣 下次正張那怎麼辦呢 我們繼續上回去 唉 我們繼續了 我們還有沒有特別的東西要拍照 你照片 戴頭 快點濕了 不要看 其實我們這次的旅程 已經是結束了 是不是 下次除了我們有平常的 行動氣專程獻之外 就會有這個 打卡點聖地巡禮 一如九 我忘記了問 你覺得這個版本有沒有 沒有的 其實不錯的 只不過真的要好考 拍照那個人的技術 耐性 剛才的iPhone也挺漂亮 拍照的角度 還有模特兒 對 最好有一個美女做模特兒 對 例如反野有美 那些 你說什麼 好吧 拜拜 最後都提提大家 始終人家這裏 都是佛門清淨地 上到來去拍照 或者走的時間 最好都保持安靜 那些垃圾的 自己帶走會好些 那我們下次再繼續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